長期以來 臺灣跟愛達河州的關係十分密切 也互相為彼此重要的經貿夥伴 我們看到愛達河州在綠能 半導體 航胎和創新產業 擁有著業的技術 這些領域也跟我們推動的方向不謀而合 這幾年來 臺灣政府積極推動六大核心戰略產業 也持續加強產業的任性以及國際供應鏈的安全 我們也樂見總部在愛達河州的美光科技 近期宣布加碼投資臺灣 繼續擴大臺灣分公司的規模跟人力 我們相信 經濟安全是國家安全跟區域安全的重要資助 臺灣有能力 也有意願加強和民主夥伴之間的合作 共同維護我們的生活方式 一起打造民主晶片的永續供應鏈 我也要謝謝李瑞德州長長期在國際場域為臺灣發聲 愛達河州議會更連續三年無意義通過友台決議 我們期待大家繼續支持臺灣的國際參與 深化和民主夥伴之間的合作 這次李瑞德州長來訪 也見證了臺灣和愛達河州簽署備忘錄 將促進雙方的商機交流和產業合作